一名林姓男子在台东关山路段 因为超速被警方拦下 而警方也查出 他因为妨碍自由 以及诈欺遭通气在案当场逮捕 林姓男子一度拜托警方 让他和女友拥抱道别 在警车上还不断地用手机向家人交代 家里要保持整洁 不要脏乱 不过警方还是依法将他移送法办 一听到自己被通气 23岁的林姓男子愣了几秒 完全不知道自己因为诈欺和妨碍自由 被桃园地检署列明在案 为什么 有什么案件 为什么会通气 我不晓得 我先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晓得 来 先过来这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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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开车吗 没关系 所以我们叫你来帮你们处理 先等一下 我知道 好 靠上手铐回不了家 林姓男子第一通电话 打给舅舅 除了告知要被带回关山分局之外 还担心爱车被开回屏东之后 可能大家轮流开会被开坏 车子反正没有我的允许接回去 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太方便会开回去 可是我现在无法开车 我要先跟你讲要开庭的时候 跟妈妈讲一下 那我先开不回来 我不要 不是去开不回来的 开不开酒架什么的 我没关系 我就说我现在在开庭 嗯 我要先跟你讲 我现在去抓到了 上了警车 他熊熊响起 女友和好友都还在车上 千拜托万拜托 让他道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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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瓜哥在这边等 小警方会带着紧张去 就是不用担心 你们不用担心 还是可以回到家 你们在那边等一下 不用扶啦 没事啦 处理一下而已 对啦 没事啦 小按键而已 这没有事情啦 没什么事情 没什么事情 小事情 小事情 可能是不放心自己不在家 家里的事情没人关照 灵性男子在车上巨细迷遗 通通交代清楚 车厢后面的衣服 你们的衣服都在车上 还有包包的衣服 你帮我好好整理 你听到吗 我在家好好苦 关山分局的远景 陈子晏和郑任府一路见 业户 只要灵性男子的要求 合理又不违法 尽量都给他方便 但是十八相送的情节 两人还真的是第一次碰上 记得赖永诚 观察政报道